鄭文廷 鬥帥 文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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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鬥帥 鬥帥 民進黨立委參選人鄭文廷 來到金融市選委會登記參選 除了立委蔡思英 以及金融市議長同志委 年前衛福部部長陳時中 都現身為鄭文廷加油打氣 要進到下一個階段 那國會如果沒有我們的立委在裡面 幫我們能夠堅守各樣的法案 各樣的協調 其實也是寸步難行 所以我們非常需要 有像鄭文廷這樣優秀的委員 能夠見到國會 從法律的觀點來 浮像檢視我們各項的法律 讓台灣走向一個法治的社會 所以今天請我們覺得 應該是律師袍吧 也是代表我們正義的女生 我們大家一起挺他進國會 這樣好不好 好 我非常感謝陳時中部長 蔡世英立委 以及同志委議長 自證我正義女神的畫像 天稱以及保健 我會記得正義女神的精神 為社會的正義發聲 我會關懷每一位基隆市民 我會傾聽每一位市民的聲音 我會注意每一位廣大基隆市民的需求 我會照顧我們基隆的建設 照福鄉里 關懷弱勢 找回基隆的榮光 請給鄭文廷賴清德最大的支持 感謝大家 立委蔡世英在一旁陪同 用行動支持 希望可以順利交棒給鄭文廷 未來在立法院 根本來真的還有許多的藥物鬼怪 需要文廷來努力 同樣道理 在地方上還有很多利益共生的團體 我覺得不能夠讓他有機會來擔任立法委員 因為他們擔任立委之後 只是讓他們過去長期把持的派系環境 長持把持的利益團體 繼續維持下去而已 所以在這邊我們期許文廷 未來有機會獲得基隆市民的支持 進入立法院 為我們的基隆市民 扮演好中央跟地方的橋樑 議長 同志委及黨籍的議員全都到場 大力推薦鄭文廷 並送上寶劍 象徵勇於揭秘挑戰權貴 強調鄭文廷 絕對是檔面上最優秀的立委候選人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真正可以代表基隆 真正可以接棒蔡世英 可以讓我們基隆 可以更好的一個立委候選人 他就是唯一的選擇就是鄭文廷 我想我們基隆 接下來的發展非常重要 我們軍港西遷也持續在進行中 我們有非常多中央跟地方的連結 大家看到我們現在 從林用昌卸任之後 我們的整個市政建設 我們的大型建設 都相關都有停滯的狀態 我想我們的市民 期待著市民更進步 我們的生活環境可以更好 我們需要一個中央 來支援我們的一個立委候選人 所以懇請大家要支持台灣價值守護台灣 過去的八年大家可以看到改變 接下來的八年我們需要持續的進步 國家需要進步 城市也需要進步 懇請大家支持賴清德鄭文廷 立委選舉登記第一天 民營黨立委參選人鄭文廷 搶投箱完成登記參選 要接幫立委蔡世英找回基隆的榮光感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請到